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近日根据国外多家媒体的报道 卡梅隆的这两部科幻序级电影也已经完成制作 2009年上映 国内2010年的首部阿弦达就打破了全球票房纪录 2.37亿美金的制作成本 最终却创造了27.88亿美金的历史最高票房这样的巨大成功 也促使了20世纪福克斯和导演 决定将阿弦达拍成系列电影的想法 而谈到这两部续集电影的制作作为导演的卡梅隆也承认 这有点令人困惑 他说 有一天 我正进入阿弦达2的电影拍摄中 而第二天 我又将开始阿弦达3的部分场景演员进到现场也有点迷糊 我们今天是在拍3了吗 虽然距离第一路阿弦达制作完成 已经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了 但我们不必惊讶他们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拍摄续集电影 毕竟首部阿弦达从最初构思到正式上景 也花了将近十多年的时间 除了这两部续集电影卡梅隆 本来也计划阿弦达4与阿弦达5的拍摄 但根据外媒最近的报道称 最后这两部续集电影可能永远不会来了 由于迪士尼在今年完成对福克斯的收购后电影的决策权 将落在迪士尼的手上 这对卡梅隆来说 或许是个好消息 但也可能会影响他对该系列电影的控制 因为据估计阿弦达4与阿弦达5的电影制作成本 将达到10亿美金左右 另一方面部分媒体也表示 第四部与第五部的拍摄实际上从未发生过 福克斯现在也是在等待看看阿弦达2与阿弦达3 能否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功后 才会考虑是否为后续两部电影开绿灯 不管未来该系列电影的变数是什么 对于影迷来说 能尽快看到阿弦达的两部续集电影才是他们关心的 阿弦达2将于2020年12月18日上映 如果放在今年上映 并还是 Josh 能否 esper看到阿弦达4与阿弦达4与阿弦达4与淡olo 可以だ�venes Bunu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